只要天气稳定 站在基隆塔可以轻松观赏到 基隆山海港的状况美景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许多游客不断涌进基隆塔平台 大家对于这个新景点 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纷纷拍照打卡 大博蚕市那边下车走过来 这样也可以 这样也可以啊 我都这样走啊 因为这样我不用排那个 不用排下面的那个排队 我假日我都从车厅那边 然后走路走到这里来 游客哦 呃两种方式 如果你坐车来的 坐车来就从那个新二停车场 从那边市区走到新二防空洞 然后再走到这里来 然后坐塔上来 如果是开车 其实是可以停在新二以外 可以先开到那个大博蚕市 那边可以停车场 可以停车 停完车之后走路走到基隆塔 再下电梯 然后再走到市区 然后绕之后再从步道走上来 这样刚好有一个 一个系统 两个小时 差不多可以 非常舒服 而且可以走到港边 对它整个动线就都可以走到 走进来 去看一下东二三吗 不是就是 对对对 就是东三东四 点个花园 对对对 没错没错没错 基隆长荣桂冠酒店资深副理崔清华也表示 从基隆塔开放参观之后 旅客询问度非常的高 也带动沿线的观光消费 第一季询问度最高 基隆塔 基隆塔其实从饭店走过去 大概三分钟 慢点五分钟就到了 那非常好玩的是 它是做成一个像桥式起重机的模样 那其实跟基隆的以前在 我们在那个货柜运输的方面 有很大的一个连结 那它只要上去基隆塔 大概我那时候有计算过 一分钟内就可以到达它的顶端 在那个平台上伸出去看 第一个就先看到饭店 这个是好 也可能是我们要比较注意的地方 对饭店来说 第一个被注意 它就会有必须要肩负的重任 比如说外观的美丽 清洁度 甚至它的一个节气跟亮度 都是我们要注重的点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在努力当中的 那再来就是像信恶路防空洞 这个在选前 甚至最近 大家讲说 飞机啦 卫星啊 还是飞弹啊 当中防空洞被询问度就非常高 基隆是一个防空洞的 那个密集度最高的城市 所以大家呢就想说 防空洞这么神秘 可以进去参观参访 甚至未来它可能有其他的规划 那其实都非常棒 大家就去住在饭店的时候 在基隆就近都能走到 这个大约快十分钟的路程 那我们再讲 在市区还有一个就是 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 其实它就是以一个船员 或是以一个货柜 怎么样运输到你 你的每天生活当中 跟你的生活的连结度来做介绍 甚至可以让小朋友去化身成为一个小小的海运人员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趣 然后再来就是像海科馆 它大概就15分钟的路程 它让我们就是民众啊 它跟基隆这个海洋城市 它可能透过像鱼类或是船舶 它会有很多的一些介绍跟连结 这些相关的特展其实每一季都有更新 这个是我觉得最热门被询问的景点 大家都可以来基隆这边就是参访 基隆拥有独特的山海港景色和特色美食 悠久的400年人文历史风华 这些对于游客都可以开拓新的视野与体验享受 尤其在基隆港邮轮爆发年 将有更多的外地游客来基隆 相信更多的主题套装行程或半日游 可以让游客有更多机会来认识基隆的魅力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